昨天我在一些娛樂新聞中看到 鄭恩怡35歲生日 平時每天都有很多娛樂的明星生日 但為什麼我特別留意到 當中的內文說 原來35歲生日對鄭恩怡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原來她媽媽 我們香港人很多人都很熟悉翡姐 她之前立了一個遺囑 遺囑那裡寫的是 當時她女兒只是年輕 只有21歲 說明每個月只能夠在她的遺產裡 每月有2萬元的生活費 而那層樓和其他資產就不可以動用 直至要她35歲才可以動用她 留給她的資產 正正前兩天就是 阿欣怡35歲生日 OK 21歲的時候開始 到現在35歲 整整大約是14年的時間 原先的物業根據報導說 值6千多萬 其實以前值6千多萬是很厲害的 但也因為你知道香港 樓有很多人致富的原因 就是會升值 那這個物業到今天 已經有6千萬升到過億了 14年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阿肥姐這個遺囑的決定 在香港來說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安排 因為反過來 如果你說我走開那天 我把我所有資產 已經馬上給了兒女 究竟兒女能不能夠在14年之後 翻一翻她的資產呢 由6千萬變到過億呢 我相信不容易 香港做生意都是很艱難的 雖然稅比較低 但是你要用14年的時間 net poverty 就是令到資產增值一倍 我覺得真是不容易 這個遺囑的安排 而令到起碼14年之後 女女能夠有一個資產的增值 女女將來的生活 就算她用來收租也好 也是一個很安心留給她的安排 所以我經常都提到一些人客 其實如果可以的 去找律師做遺囑 或者做一些叫做私人的信託 也可以找律師做 去安排一些她想處理的資產 她的心願 當一個人客 她開始有她的資產的時候 她都適合去做另一個遺囑 第一 第二 也可以找律師做一些 我們叫做私人的信託 將她的心願 想怎樣安排 可以找律師去處理 如果她的資產是真的很多的 甚至乎是五、六億的 我想她也可以去找一些信託的公司 很多時候的長輩 她們都希望可以富過二代 或者富過三代 反正自己這麼努力去經營了一些財富 也帶不走 究竟她怎樣去安排 去留給她的下一代 而令下一代又可以好好運用 去到她們的第三代 亦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安穩的生活 我覺得 我覺得 在遺囑、私人信託 我覺得這些都是人客需要去處理的 早十年前 我們公司也開始有一些課堂 讓我們去增值、去了解一下信託是什麼 有機會我們看到比較多資產的人客的時候 我們都會提一提她 雖然你說這個提醒對我們的業績 或者對我的生意中間是沒有什麼特別關係 不過我們都希望提醒一個人客 就算有一天她走開了 她後人開心地繼續生活 而不是爭拗地生活 可能朋友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 究竟我幾多歲要開始去留遺囑 因為我都試過和一些比較 可能四十多歲 我覺得比較年輕的企業家 而她們也很成功 我提醒她們的時候 其實她們就覺得 我這麼年輕 也有時間做 需要這麼早去處理嗎 你知道吧 在我們保險的概念 其實我們真的計不到 有什麼病和意外 甚至乎現在COVID-19 即疫情來到 很多事情我們預計不到 我們的角色就是告訴她 其實你早點安排 找你自己喜歡的律師都可以 沒有所謂的 不過我們的責任就提醒你 怎樣令到下一代能夠安穩地生活 我想有很多父母或者企業家 其實她們都不是說要一些子女 非黃騰達 又不是要一些子女 生活無憂 很多時候我和她們聊天 她覺得最重要她都可以住 基本有得吃 都可以了 就不需要很富貴 她都覺得 因為她都是白手圈家 其實她們覺得 不需要去到這麼奢華 反而養懶了 對於她都不想她的後人 大家是不做事 很懶 都想她們靠自己 努力去發揮自己的才能 她們去安排那些圍族也好 安排那些私人信課也好 某程度上 在某一些條件之下 後人才拿到她們的資產 或者每個月才可以 有一些生活費 拿得到 其實這些安排總好 第一 你什麼都不安排 可能大家會有爭議 你又不知道到時兄弟不和 大家爭又無謂 第二 就是 就算你今天走開了 法庭最後真的判了給子女也好 很多父母其實她們都擔心她們不懂理財 甚至乎被人欺騙 如果要被人欺騙 好像近來我們看東張西網也好 都幾多人在過去這幾個月 關於一些新的虛擬貨幣 其實可能都損失很多錢 要被人欺騙 其實可以一瞬間就沒有很多錢都可以 某一些特定的基礎之下 無論是律師 無論是信託公司 其實她都會根據人客的擔心 或者她的意願 給她們一些方案 而令到她們安心 她的資產將來是怎樣一趴趴 或者每個月 慢慢去分配給她的後日 又不會一次過一剎那 就什麼都沒有了 無論年紀大也好 或者真的走開了也好 其實都是安心的 很安樂的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成年人 你自己也有些意願想安排 應該去找律師做定一些平安寺 我覺得都是好事來的 如果你也覺得我們今天的內容 對你有啟發的話 歡迎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我們的頻道裡面 都有一個會員制度 在會員頻道裡面 都會有另外一些深層次的知識 會專屬給會員的 支持我們的頻道的話 歡迎你成為我們的會員 還有可以電郵給多些意見給我們 看看我們能力範圍內 可以做到什麼有價值的知識 希望令到大家的生活更加豐盛